观察自我健康状况 如出现胸闷 胸痛 心悸 呼吸急促 运动耐受不良 昏厥 晕厥等症状 请立即就医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当疫态建设 遇见了日本建筑大师威延武 当台北内湖无情名宅聚落上 诞生一座前所未见的现代艺术建筑 至此建筑不再只是建筑 伟大的艺术品本身就是潮流 威延武 全球限量 台湾首发 中泰集团 意态无尽 02 2712 6888 只要五官立体了 整个人就都变亮了 现在我的人员变好了 拜访客户也更有自信了 让男人有魅力 让女人更美丽的脸部企业形象 长虹诊所 杨志贤院长 明天晚上八点 全命uncore节目 欢迎准时收听 大家好 我是沈春华 北市国乐团浪漫五春风 电影名曲音乐会 在春节过后2月19 20号 于国父纪念馆精彩登场 由胡锦制作 歌手李一军 杨烈 潘岳云 于子玉 倪安东 林一新演唱 搭配电影的经典画面 让您在歌声中 回味浪漫又淳朴的年代 购票请洽 两厅院OpenTix 以上广告由台北顺利国乐团提供 力抗高通膨 用不动产ETF最给力 群艺美国道琼地产ETF 股票代码00714 聚焦美国房地产 搭上美国房市上涨顺风车 一年还有四次配息 快用00714 一起买下美国房地产 申购请洽各大券商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影响院公开说明书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现在目前的夜盘大涨了50点 来到18,274点 今天在期货日盘的部分 是收涨了225点 如果加夜盘 现在已经将近300点的涨点 相当大的明显的一个波段行情 从开年以来 连续的期货市场就往上冲了 日盘就已经出现了15点的正价差了 现在目前再加50点 就是60几点的正价差 这么大的一个正价差再去追高 会不会有风险 我们刚才请教复方期货研发部的资深经理 曾嘉宏 嘉宏你好 对 穆华哥你好 各位98财经台财经书发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 那我们很少也看到这么大的正价差 对不对 对 这个正价差基本上从过年前 大概都是一直呈现立价差 那新春开红盘后 一直到昨天 其实立价差都有收敛的情况 那到今天就转成一个正价差 那今天的周三结算也是以拉高作手 好 那这个拉高的动力是跟着美股走吗 您觉得后市会怎么发展 如果分析今天的拉高结算的话 应该有几个关键的原因 第一个是早盘的时候 其实这个俄乌的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 应该是有一些降温的情况 所以那个原油跟天然气的价格 都有呈现蛮明显的回档 那因为封关期间 之前的话其实台股是跌的 那之前也因为俄乌的因素 所以这个通膨的引油 应该都是市场比较关心的议题 所以第一个是 这个天然气跟原油价格回档之后 就会暂时缓解一些 就是市旁担心这个通膨 快速单位的担忧 那第二个是 昨天欧盟也有通过一个 430亿欧元的这个欧洲晶片法案 那它其实凸显的 就是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工业 就是它必须要一些自主化 所以台湾的今天可以看到一些订单 应该是有机会像IC设计这边 就会有一些受惠的情形 所以今天其实半导体 电子都有看到一些回来的情形 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第三个情形是 在其实封关期间到之前的时候 其实新台币是呈现扁的 所以那时候台股也是呈现跌 不过在今天的时候 有比较明显看到 国际资金有回流的景象 然后新台币也有转扁为生 然后第四个 我们看到今天其实结算拉高的时候 其实因为现在在公布 一月的这个营收 所以我们看到 在股票期货里面 可以看到今天的资金 很明显就是溢注了两个族群 第一个是一月营收表现 比较亮丽的个股 那这个个股我们在股票期货 就看到有两个族群 第一个是细制裁 那因为今年的这个高阶制程 很多这个IP你自行研发的话 会花比较多时间 那如果你用IP加入设计流程 就会缩短这个开发时间 那所以第一个像是 资源的一月营收是10.5亿 它年征的117% 创意的一月营收也是16.5亿 年征的48.7 那力旺的话营收也是4.3亿 然后年征也有3.3 所以这个在一月的反映 细制裁都会看到资金是有明显布局 那因为这个之前在 升息的情况下 市场这高本益比都有被比较修正 所以其实一旦资金转进细制裁的时候 就可以明显可以预期是一个 比较攻击上涨的动能 就是资金已经进入这种 比较高波动 然后比较高本益比的 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 资金同样也回到相对基本面比较强劲的 就是第二个是再版 那再版的话 其实新兴南电紧缩 因为之前公司给大家的guidance 因为有提到下游的库存比较高 所以像是南电这些新兴紧缩 其实在一月份到封关之前都有一波下沙 不过今天像这周的话 南电公布一月营收是52.4亿 是年真的33.6 月增也有6.76 那仅缩一月的营收有33.6亿 也是比去年的12月 月增的将近6% 年增也是33 其实都高过市场的预期 所以可以看到再版族群 今天的话也有资金回来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股票期货 市场布局的第二个族群 就是布局2Q获利会回升的个股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族群 是市场资金布局比较其中的标的 第一个就是记忆体的族群 记忆体的族群比较明显 像是华邦店 玉创跟金豪科 那这些的因为Elon跟Netflix 从去年第四季其实价格 有一些滑落的一个情形 不过市场本来在观察 农利封关年后 是不是会有一些拉货动能 不过目前看起来的时候 这个拉货动能应该有起来 尤其是像伺服器的低论 这边的第二季的报价 应该就会有一些止跌回稳 所以记忆体的族群 可以看到有一些 至今开始溢注 另外的话就是2Q获利 可以看到今年获利可以明显 可以提升的话 应该就是mini LED的族群 这个族群因为今年像是电视 笔电或者是车用 还有一些公用的形式品 它都会扩大一个mini LED 那它会是在micro LED的过渡期之间 预期应该还会有 至少今年还会有一年的龙景 那它的代表类股就是负财 那负财因为它去年的LED的累积 是今年120万片 那今年的话公司非常看好 那它提升到一年150万片 那这个产能大概第二季底 就会开出 之前就开出 所以下半年负财预期 如果需求蛮强的话 还会持续扩产 所以看起来今年的负财 应该有望就是足迹走高 所以刚刚这个四个族群 细致财再版 记忆体跟mini LED 就会可以看到明显在股票起货 都有一些资金溢注 那这些有些是比较偏中小型的个股 那相对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会觉得 它整个在 就是之后就是在3月16号 真的有美股宣布3月的利率决策 之前应该还是比较呈现 震荡盘间的走势 那不过要小心 要比较留意的话就有两点 第一个是今天的 对不起 明天2月10号的台湾时间凌晨 为MSCI公布这个权重调整 那因为我们看到1月份的时候 MSCI中国的指数表现是优于 MSCI台湾的指数 所以以这个流动性来算的话 这是明天早上看到的台股群重 应该会小幅调降 那每次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 有时候外资操作就会比较偏向 当天会卖超台股 这可能要比较小心的 因为目前台股现在短线的月线反压 是在1820一点 现在目前的美国电子盘 跟台股的电子盘都是上涨 那不过它的反压是在1820 刚好碰到明天的MSCI调整 有可能会礼拜四 明天的盘是比较震荡 不过我们目前看到 像是日经恒生道琼的现货 是已经占上了月线 那S&P起货 Nestuck起货 目前电子盘也占上月线 所以我们会预期 应该是台股的震荡盘间的盘子 应该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反转的迹象 所以大方向应该还是 在这个三月联准会议席会议之前 是有一波多方的走势是大方向 但是因为明天有一个MSCI的一个变数 所以短线上不排除 拉高会有震荡行情 是的 OK好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把握这样的一个大方向 那至于您刚刚讲的四类股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今天电子股 整体电子值涨幅有1% 半导体值涨幅也超过1% 所以说感觉起来电子 似乎有人气归对 而且族群性也开始 渐渐在整对在回笼的一个味道 那这四类族群 您个人比较看好哪一个族群 其实我个人会比较看好 第一个如果比较属于稳健投资的投资者 那我会觉得比较建议是以载板布局为主 因为它这个 它其实也修正很多了 对它第一个它跌比较深 对那如果是风险承受度比较高的这个投资人的话 可以去像是mini LED的负财 对因为它的股价现在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 它今天尾盘供到涨停板了 对它其实今天是蛮强的 那因为台股目前看起来的话 已经占上了万八的一个关卡 那有几个特别要比较注意的话 就是目前也看到目前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十年公债殖利率 最新也是来到1.924左右 这个大概是2019年11月来的新高 那因为明天2月4号台湾晚上9点半 就会公布美国的一个CPI 对如果CPI数据是比较高的情况下 那加上公债殖利率可能 如果它高过预期 公债殖利率可能会往上串 那如果接近2%的话 其实殖利率因为持续飙升 就会给一些成长型股票的本益比带来压力 科技股了 对那这种可能会打压一些 像是电子股的这种市场的这种投资情绪 那可能就要比较留意 好所以刚才加上跟我们讲说一件重点 听众朋友要听清楚 所以短线上面追高有风险 短线上面的变数还不少 包括明天晚上要公布的CPI 美国的CPI 现在估计大概是会破表 所以十年级国债殖利率 如果冲到2%以上的话 科技股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 那美国科技股一有压力 纳萨克指数往下压的话 那台子旗又有可能会跟着走 所以说短线上面是有这样的一个 要注意的最高的风险 但是中线上面看起来 多方行进步调没有改变 我们非常谢谢富邦奇 或者曾嘉宏经理 谢谢嘉宏 今年拿到年终 想要 转起来 利率这么低 我要买新车 那是能开几年啦 有了 买街新横滨 保持看通通 新横滨 南港15分钟 定金到郊屋 只要56万起 买2到4房 买到43000坪 日系花园新城 还有千坪泳池会所 年终买新房 幸福一辈子 就靠新横滨 爱山林行销 奖用年终奖金分配 就用集团 大家好 大家好 嘿嘿 过年我们休息很久了 小弟必能在下 我去爬玉山了 所以我们Podcast都没更新啦 没有更新的情况之下 我们Podcast有落队喔 所以需要大家 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力挺一下 把我们的Podcast拉上去一下 好不好 所以请大家帮我们按个赞 分享加订阅 我们的Podcast 我们财经一路发的Podcast 请大家多多支出了 谢谢大家 上面有人问问问题啊 矽晶圆可以下手了吗 我觉得可能还要再等一等 我觉得矽晶圆算是最近比较弱势的族群 今天环球金盘中占回700收盘也没占回去啊 699 有够落财 现在强势股族群不少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可以先不要看弱势股 记忆体啊 华邦电啊 你可以看到像旺宏啊都还蛮强的嘛 那另外面板 友达群创 彩晶也都还蛮强的 可以挑的兵很多耶 我刚刚谈到的IP相关的股票 但波动比较大了 资源啊 创围啊 我觉得都可以注意耶 另外传产股里面也不少啊 你看最近像国产也上来了 我觉得好股票 它其实跌下去 它都有机会会回升的 南方看到传产股 现在跟大家讲资产股 年前有一波大修正 但是你慢慢也 他们也慢慢上来 都会站回月线 另外在半导体设备的部分呢 其实也蛮多可用之兵的 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呢 我们可以先不要去看一些弱势族群嘛 没有耶 我没有空手耶 我现在几乎已经快满档了 好我们回现场了 98新闻台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这个虎年新春一开年 我建议大家今年可以关注两个市场 至于说是哪两个市场呢 等一下跟各位来报告 那在报告关注这两个市场之前呢 先跟各位报告 因为我们过年期间我们Podcast没有更新了 所以说我们Podcast已经稍微落对 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 大家可以去听心我们的Podcast 同时帮我们按个赞 然后给予五颗星 同时帮我们订阅 帮我们分享 让我们的Podcast可以再爬上去一点点 然后刚刚一平特别提醒我要提供 这样的一个讯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那因为过年期间小弟必然在下 我去爬了玉山嘛 在玉山顶上面也饱受风霜之苦啊 哇那风真的有够大 这个一片白墙什么都看不到 有点像是今年感觉这个市场 也是一团迷雾了 但是我倒是觉得有两个市场 大家可以关注 一个是黄金 其实我从去年下半年 就一直在关注黄金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其实去年金价整体表现的不好 但你们有发现 这个金价 他每一次打到这个相对低点 他就往上拉 比如说呢 今年他曾经也有破过 1800块一盎司 这个整数的大关卡 这个今年以来 曾经一度跌到过 差不多最低到1770块 1780块吧 但是他很快又回稳又往上拉 而且呢 如果从去年12月来看 低点是1750块 到今年的低点1770块 他其实呈现是一个上升形态 换言之他并没有破底 那如果你看更久远的话 在去年的这个9月的时候呢 他曾经打到过1720 所以从去年9月的1720到 我们刚刚讲说去年 这个12月的时候呢 到过1750 然后到今年的1月的时候 今年2月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最低有1月1月底 最低有打到过1700 1万1700大概差不多70块附近 你会发现他越底部是越电越高 所以我们如果看比较长期的话 你会发现他每一波往下杀 他都不会杀破前低的 那更不要讲说呢 去年最低的时候 曾经还有打到过1700块以下 1680块 所以感觉起来金价 确实有一点这个底部越电越高 然后每一次回档测试 都不破前低的这种所谓的 逐渐的这个电高底部往上走高 但他不是一个暴涨 他是慢慢温吞的这样涨 那这样涨是 通常让我认为说 是有大资金持续在吸纳他的筹码 才会有这样的涨势 为什么 因为这种大资金 他不急于去拉抬他 他做的可能就是一个 所谓的避险行为 也就今年的金融市场风险比较大 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美国联准会到底要升几次 第一次升息升几码 其实都是像我在玉山上看到的 一团迷雾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资金自然会找一些避险标的 那过去传统说 避险的话就避到债市去 但是今年以来债市是跌翻了 不管是高收益债 或是说投资等级债 非投资等级债 全部都大跌 美国十年级国债殖利率 从年初以来已经升了40个基点了 这升的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债券投资人都蒙受很大的损失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Morningstar的资料 这个美国的债券型基金 今年1月几乎没有赠报酬的 300多档全部都是赴报酬的 就少数的一两档维持平盘 已经是很厉害了 大部分都是赴报酬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就是因为资金撤出债市 大家看连准会要升息 看通膨居高不下 所以债券被变成是一个抛弃的对象 所以他没有避险的功能了 那资金往那里避呢 他就只能往另类资产去 所以黄金就变成是一个选项 所以为什么每一次他打下去 很快就上来 他都没有出现一个破底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到今世今年 倒是可以注意 那你会说 那个后面连准会要升息 对黄金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利空 那我们就反面来思考 如果说连准会要升息 黄金是很大利空 他不会到那时候才跌吧 他应该现在就一定要狂跌了吧 对不对 就像在世一样 你不是说等到升息的时候 国债殖云才大幅上升 今年一月以来 美国十年期国债殖云 升了四十个基点 所以事情都走在前面的 金融市场往往的反应 都是反应在前面 换言之 也就是说如果金价要跌的话 他早就该跌了 他不会等到升息的时候才跌 所以升息的时候 反而金价有可能会大涨 这个倒是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另类去思考 当然会不会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 我只是推测 我自己个人这样子推测 就照正常情况来看 如果他真的要跌 他其实现在就应该要跌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三月一定要升息的 不是升一码就升两码 那他为什么都不跌呢 对不对 为什么打到这个1800 又见到买盘进去 把他拉上来 所以我们可以从 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 这个是第一个市场 我觉得我们可以注意的 另外一个市场就是香港股市 这个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恒指在传出大陆国家队跑步进场的情况之下 这个大陆股市今年也拉出了连三红K棒 开年连三红 恒生指数呢 更是今年亚洲股市表现最好的市场 那为什么恒生指数今年表现最好 因为他去年表现最差 去年整年 恒指是跌了一整年 大家可以看到去年 这个开年的时候 恒生指数在一万三万一千两百点附近 跌到年底跌到两万两千六百点 你看跌了多深 那去年亚洲股市全面大涨的情况之下 唯独就恒指是出现这个大跌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 往往金融市场是这样子 这个前一年大跌 隔年呢 他就会翻转 为什么 因为他机器比较低 尤其是今年 全球股市包括个股 他找不到机器低的市场 所以说资金就会进入到这种机器比较低的 所以今年以来 你看恒指就是持续的 这个见回不回 每次压回之后呢 像在一月底有一波比较明显压回 但是今天又几乎要创高了 今天大涨五百点拉上去两%多 几乎要创高 所以我倒觉得恒生成分股 恒指里面的成分股 各位也可以去参考 有一些殖利率好的 同时呢 相对他机器也比较低的 本益比也比较低的 这些个股倒不失为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选项 因为基本上我们刚刚讲说 美国科技股 这个感觉起来就是有一个估值过高的问题 比如说各位去看到 虽然说这两天 这个美国股市纷纷开始在挑战月季线反压 但是你去看到一档股票 他还在破跌 就是脸书 脸书你看看到 哇这一波真的是跌爆了 有没有脸书去年高点380多块美金 跌到这个昨天还在还在跌 昨天脸书还在跌 美国股市都已经开始反弹两周上来了 但是脸书到昨天 就美股的周二还还破底 跌到213块钱美金 几乎是股价要腰斩 那脸书是真的有这么烂吗 这个Meta真的有这么烂吗 股价跌成这个样子吗 事实上他真正的问题就是他现在目前这个社群网络的这个所谓的成长性的问题 成长性 因为这种这种美国这种科技股 他走的就是这种成长概念 那如果说他成长性一旦没了时候呢 他这个股价修正起来是很可怕的 所以千万别去摸底 就算是成长性很强的公司 而且业绩很透明的 你去看艾斯摩尔 艾斯摩尔这一波股价修正多凶 900多块美金修正到600多块美金 艾斯摩尔业绩有问题吗 没问题了艾斯摩尔今年的EUV55台EUV的量已经全部被订光了 台积电跟三星就包办了 55台全部订光了 他股价还是照跌 从900多块美金跌到600多块美金 就变这样子 那你说艾斯摩尔不好吗 全世界只有他可以做EUV 极止外光的这个曝光机 当然是很好啊 股价会怎么这样跌 900多块都估值高了嘛 一样是股价贵的问题嘛 但他修正到600以下 那是不是他的价值这个点又浮现了呢 这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去参考 所以我倒是觉得今年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些基起比较低的市场 我刚刚所讲的两个市场的都是今年看到基起比较低 一个金价去年跌全年是下跌的 他基起也相对低一点 然后另外呢香港股市 这个去年他全年也是跌了 而且是跌从年初跌到年底真的跌到翻了 那他基起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今年有一个投资策略 我个人的一个给我自己一个投资策略 就是找基起相对低的市场 另外呢就是大资金 守住 暴跌的时候 暴错的时候 别人不敢买的时候 你下去买 当大家都乐观的时候 你就要跑 我觉得今年打带跑的战术是适用的 以上提供给我们亲自参考 谢谢大家 拜拜 园宇宙电动车好夯啊 未来趋势关键密码00757 不只园宇宙AI大数据云端 最团野速